首先要把电源断开 然后把蓝色的外壳要拆一下 蓝色的外壳的螺丝在这个地方有一颗 然后上面这个地方有一颗 轮子的旁边这个地方有一颗 也就是前面这个料斗这个地方有一颗 把这几颗螺丝拆了 这个料斗就可以打开了 螺丝拆开后 拆开后把它慢慢的打开 就行了 这颗螺丝就在这里嘛 我已经给它拆过了 然后把这个料斗取出来 然后就拆这边三颗螺丝 这边三颗螺丝给它拆掉 就是拆这个的时候里边有一个弹簧 带着里边那个压条一起拿出来 拿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弹簧不要搞丢了 这个小脚铁拆了 拆的时候你注意一下 这个小脚铁的位置现在在哪里 因为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你装的时候上下的高度装的不合适的话 到时间那个机器会报警 先把这个取掉 然后就把这个上刀架一起拿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这上刀就在四颗螺丝固定了嘛 你用扳手把这四颗螺丝拆了 同时也注意一下这个螺丝的位置 这个螺丝的位置决定这个上刀的高度 和这个平行 上刀一般是左边高右边矮 不要把它装平了 装成有自然的斜度 然后把这个压条嘛 刀后边这个铝压条 两端的两颗螺丝拆了 这个两端的螺丝拆过之后 就先把这三颗 然后这边的三颗螺丝 下边的三颗螺丝先给它拆了 之后呢 就把这个上刀一起拿出来 这样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再把这边上刀两端的螺丝 这个螺丝拆一下 然后再把中间的三颗螺丝拆了 就可以把这个下刀取出来更换 松了之后你没必要拆 松了之后 这个可以拿掉 然后就再拆这三颗螺丝 拆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刀的位置 你因为每一款刀的位置不一样高低 你看一下这个刀和这个 下边这个衡量的位置 拆好之后 把新刀换上去 也按这个位置装 同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这个刀的刃口的方向 和这个横梁后边有两个螺丝的孔 这个孔一定要向上 向前 跟这个刀刃是一样的 这样再给它装回去 拆了之后呢 这个刀你就这样 拿掉一般的话下边会垫一层纸 你尽量不要把这个纸去掉了 你就把新刀按这个刀的方向 给它装回去就行了 下刀换好之后 再把这个龙门架 这个螺丝对应到这两端 还是原来的位置 把这个螺丝锁一下 锁好之后 再按怎么拆的 就给它按原来的位置 原来的位置再装回去 装回去之后 就是这下边的三颗固定螺丝 重新对应螺丝 给它固定好 两边的螺丝固定好之后 就调节这个下刀的高度 一般的话 就这样自然就行了 因为这个下刀的刃口 和里边那个尽量板 的上平面 是在一条直线上面 这样把这螺丝固定了 固定过之后 这一步就装完了 同时后边 别忘了后边这个 这个铝压板 这个压板两段都是螺丝 也要给它固定一下 也是一样的 就是把这四颗螺丝 看这个螺丝的位置 现在在哪里 就是把螺丝拆了之后 把这个要换的刀 也是放在这个位置 把这个四颗螺丝 对应到这个位置 把这个螺丝给扭紧了 扭紧了就行了 弄好以后 就手动调节一下这个 偏袭轮上面的螺丝 把这个刀抬到最高 这两条螺丝是水平的 然后就装这个小脚铁 这个小脚铁的重点就在于 这个小脚铁的上平面 和这个接近开关的底部 几乎挨到 不要大于一毫米 这个距离很重要 小脚铁装好之后 这些螺丝都给它固定紧了 然后就把这个弹簧压板 刚拆的这个弹簧压板 它这个是分左右的 给它也装到 左边的装在对应的位置 右边的也装在对应的位置 高米 给它固定一下 有的时候就是说 装好之后 这个机器开机 运行过程中 会报警 停机 一般都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这个它和这个接近开关 中间的距离大了 太大 它感应不到信号 它就会报警 就调节一下 这个小脚铁和这个接近开关的锯笔 就行了 一般这个螺丝嘛 这三颗螺丝 装的时候不要扭得太紧 差不多用上力就行了 因为这个螺丝如果一旦压得太紧 它可以把这个上刀给压死 到时间那个机子报警 运行不了 就是基本上 就这个地方 压得几乎挨到就行了 就是这个刀 装到最后的效果是这样的 下刀是平的 上刀一定是左边高 右边矮 它是一个剪刀的原理 这边是高的 这边是矮的 上刀一般都平 装到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插电源 插电源开电 开机试一下 试一下如果切啊 什么都没问题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料斗嘛 拆这个料斗 重新装回去 这样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对 下刀 上刀 前菜